天主,我们在祢的殿内,想念着祢的词汇。 天主,祢的名号圆打地几,祢以正义统治大帝。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徒、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有祢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力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力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称颂你, 朝外你,显扬你,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眠失罪者,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失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圣子谦卑自下, 拯救了现于死亡中的人类。 请使我们也深呼的隔心而鼓舞。 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 求你赐予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二者课先知书 当善主对我讲话的时候, 有一种神秘进入我内, 使我站立起来。 我听见祂继续和我讲话。 祂对我说, 人子,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 到反抗我的叛利的人民那里去。 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违背我, 直到今天, 那些子民虽难,厚眼无耻, 心惨亡梗, 我能哪派遣你到他们那里去。 对他们说, 上主天主这样说, 他们原来就是叛利之家。 无论他们听不听, 终究要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 直到他联名我们为止。 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 直到他联名我们为止。 高举诸天的上主, 我举目仰望你, 正如主人的眼睛, 望着主人的手。 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 直到他联名我们为止。 又向婢女的眼睛, 注视主母的手。 我们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 我们的天主, 直到他联名我们为止。 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 直到他联名我们为止。 上主, 求你联名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保产欺凌, 受尽了富贵人的亲满, 骄傲人的乌鲁。 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 直到他联名我们为止。 攻堵圣房路中土, 自隔你多能后书。 弟兄们, 为了使我不会因那伟大的启示, 而过于高抬自己, 所以就有一根刺, 夹在我的身上, 就是撒旦的使者乃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 为了这事, 我曾上次请求主替我拔除这根刺, 但是主对我说, 我给你的恩宠足够你愿得了, 因为我的能力在暖落中, 才完全显示出哪, 所以我宁愿夸耀我的暖落, 好难基督的能力藏在我的身上。 因此, 我为了基督的缘故, 乐于能受各种暖落, 凝怒, 艰难, 迫害和困苦, 因为我暖落的时候, 正是我刚强的时候。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父王, 天地的主祖,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天国的奥秘 启示给小孩子。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马尔姑福音, 主愿光荣归临。 那时候, 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他的门徒也跟随了他, 到了安息日, 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 许多人听了, 就惊讶说, 他这一切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是谁给他的那样的智慧呢? 他的手竟然行出这样的神气, 这不是那个木匠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国, 若瑟犹大, 西满的哥哥吗? 他的妹妹们不是也都住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 本祖和本家之外, 没有不少人尊敬的。 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神迹, 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付手, 治好了他们。 他因他们的缺乏信息而感到诧异, 于是就到周围各村庄讲道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带领宗徒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拿扎勒, 在那里认识讲道, 他家乡的人听了他讲道之后的反应就是非常的惊讶。 第一, 他们认为说, 是谁给他那样的智慧呢? 意思就是, 他们承认耶稣有智慧。 第二呢, 他们说, 他的手紧行出这样的神迹, 他们承认耶稣有行神迹。 但是呢, 他们回过头来一看看他的背景, 他们说, 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 而且也说,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所以呢, 就瞧不起他了。 于是呢, 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 看到他的背景之后, 就对他感觉到反感。 看到他现在的能力呢, 感觉到惊讶。 最后, 他们的反感, 摘成了他们的惊讶。 然后, 他们特地的反感, 特地的不醒。 那么, 耶稣在那里, 不能行什么奇能。 你看啊, 在这里用的词, 马尔伯会用得非常地准确说, 耶稣在这个家乡, 不能行什么样的奇事, 奇能。 不是不愿意行, 而是不能行。 为什么不能行呢? 是因为他们的不醒, 因为他们的无醒。 耶稣在他们的反应就是, 耶稣在他们缺乏信心, 而感觉到差异。 这个差异的意思, 就感觉到惊讶, 就觉得意外和奇怪。 这就是耶稣在家乡之后, 家乡的人给他的反应。 首先承认他有智慧, 承认他那些奇迹意呢, 但是不信, 不信他, 反感他。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应该对耶稣基督有信德, 我们都应该相信他是天主之子, 相信他有能力行奇迹意呢, 也相信他有智慧和行奇迹的能力, 因为他确实是这样做了很多奇迹的事情。 那么, 信德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完全地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之子, 同时第一点, 信德是耶稣基督一生所保持的, 他对天父完全地信赖。 在耶稣基督的环境下, 无论是在旷野四十天的时候, 他跟魔鬼庭战斗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门徒们拒绝他, 出卖他, 三月七到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还有最后惨死的身下的时候, 他一直都坚信对天父的信赖, 这是他自己, 一直保持着他那个信心。 最后他的父啊, 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完全地对天父的信赖。 突然第二点, 信德也是耶稣基督教导人的核心。 耶稣基督到处宣讲, 无论他治病还是先奇迹异能, 他最主要的中心点就是, 你们信吗? 你们信我可以做吗? 而且他教导门徒们也是要信, 教导群众也是要信。 所以马尔古福音十一章记载说, 你们的天主当有信德,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 他到海里去, 他心里若不怀疑, 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 就必给他成就。 相信成就, 就必成就。 相信就必。 这是耶稣基督教的核心。 因此我告诉你们, 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 只要你们相信彼得, 就必给你们成就。 这就是耶稣教导人了, 那核心就是让我们要相信信德。 第三, 耶稣也是培养门徒们, 宗徒们重点地培养他们的信德。 耶稣没有把他们培养他们一个武功高手, 也没有把他们培养他们一个打鱼的高手, 教给他们木家活, 没有, 而是培养他们的信德。 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 那么耶稣为门徒们的祈祷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为他们求什么呢? 没有求他们胜过而发财, 没有求他们统治世界, 耶稣是这样祈祷地说, 西满西满, 看, 撒旦你求人的许可, 要塞你们像山脉子一样, 但是我一为你祈求了, 为教你的信德不止丧失, 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耶稣为门徒的祈祷没有说, 哎呀, 把这个你们从石坦拿出的环境那里拿走, 或者说你们不至于软弱, 或者说你不得度不会遇到试探, 他只是说, 试探你会有的, 软弱你也会有, 但是呢, 我为你祈求, 你不至于丧失信德, 这就是耶稣给门徒们的教导, 为门徒的祈祷, 虽然软弱, 但不失信德, 虽然有试探, 但是不失去信德, 虽然有失败, 但不失去信德, 我们也知道, 后来之后耶稣的祈祷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有, 不得度确实软弱, 确实遇到试探, 确实跌倒, 但是他确实没有失去对耶稣的信德, 那么耶稣对门徒这个责备, 看责备什么呢? 耶稣批评门徒们, 是不是批评说你们为什么没去赚钱? 你们为什么打一动的技术不够高? 没有, 耶稣没有这样责备他们, 耶稣对他们有责备呀, 确实说, 在路加飞当中第八章二十三节说, 正在航行时他睡着了, 忽然有矿风叫到湖上, 进入船中的水, 他们处于危险中, 门徒们醒来叫耶稣说, 老师, 我们要丧了, 这个时候耶稣赤得了风浪之后呢, 耶稣是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德在哪里? 耶稣赤得他们, 批评他们, 责问他们说, 你们的信德在哪里? 耶稣没有说你们出现之前, 没有看看TPS啊, 没有看看TPS啊, 这么冒着打从雨就往里面出来呢? 没有, 耶稣责备他们的确实说, 你们的信德在哪里? 耶稣责备他们的说, 小信德的人呐, 你们为什么怀疑呀? 耶稣责备着这些人, 责备他们的信德啊, 对于门徒的教训, 也是一个信德的教训, 那么在马多福音当中17章, 耶稣最好与父母的儿童, 这个时候门徒们来了, 私下问耶稣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赶住魔鬼呢?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对他们说, 由于你们缺少信德, 如果你们的信德像基督子能了, 小信基督子能了一点点, 你们的制度山说, 你到海里去, 他就会去了, 何况只好一个父母的儿童, 耶稣呢, 对他们的教训, 对他们的提醒, 跟他们的回答, 都是关于信德, 信德, 信德, 耶稣又说, 只要你们相信彼得, 就必给你们成就, 这个是多么的决定, 耶稣没有说, 如果你们有点性格, 也许天主给你们成就, 如果你们有性格, 我们看天主的意思, 可能会答应你的祈求, 没有必要说, 耶稣说, 只要有性格, 就必, 很肯定的, 对门徒的提醒和期待, 也是关于信德呀, 耶稣说,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八年说, 人自来临时, 能在世上找到信的吗? 耶稣没有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 能在世上看到你们统一了全球吗? 没有这样说, 或者也没有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 能看到你们的地球上, 你们这些教会宗徒们, 能造出冤子弹吗? 没有这样说, 而是说, 我再来的时候, 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 他的期待, 期待着人有信德呀, 他对门徒的引导和启发, 也是信德,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八章, 耶稣跟厄马乌两个门徒在路上谈了一路, 最后的话呢, 耶稣说, 哎, 无知的人呐, 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就是这样迟钝吗? 耶稣没有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属于西去背圣经, 为什么先知说的话你们就不知道呢? 说, 你们未信, 是因为你们不信, 并不见得你们不知道就有先知的话, 而是你们不信呐, 所以你们才这么多不知他, 所以耶稣伯宗徒说, 祈求时要有信心, 绝不可怀疑, 整个背圣经来教导的我们, 其实都是告诉我们要信, 要信, 要信, 他家乡的人不信他, 他就不能, 不是不愿意, 耶稣愿意, 但是他不能, 可见你的信, 关乎到天主的能和不能, 不是天主有没有能力做, 天主愿不愿意做, 而是你信不信, 你的信关乎到天主的能不能, 天主所有的人都能, 关键是你信不信, 所以他家乡的人, 那么样的跟耶稣基督有机会接触的人, 却不信他, 而那些外方人, 很多的外国人却信了耶稣, 所以他们都看到了奇迹一囊, 看到了人间的天主之子, 家乡的人不信, 小信, 无信, 耶稣都感叹了, 耶稣都惊讶了, 耶稣都奇怪了, 为什么你们都不信呢, 所以让我们一个教育, 我们一定要有信价, 不是因为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五十年了, 八十年了, 我们就是天主所喜欢的人, 也不是因为我们是老教友, 我们就一定能不能到天主的喜欢, 也不是因为我们天天的, 那么的热心客户不舒, 我们就能不能到天主的喜欢,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呢, 耶稣基督真正看我们的, 不是你是老教友, 新教友, 不是你碰到多久, 而是看你有没有信德,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心无心,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主自天主的天主, 主自光明的光明, 主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被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忍旧,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统称玛利亚去的乐须, 而成为人, 他在班决比辣多之证时, 为我们背定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关容的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生活万事无交, 我心圣神, 他是主提赋于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华,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观容, 他曾借先知们花言, 我心唯一至圣之宫, 从中土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社会的事实, 只有一个, 我期待使人的复活, 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愿意, 所有的人不得救恩, 并认识真理, 我们肯切向他祈祷, 请为我们的圣教会祈祷, 求天主保佑教会, 使教会常做你圣子基督的忠实敬佩,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所有圣子能源祈祷, 求主赐他们圣等日静, 救你心切, 努力宣扬基督的福音,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恳求天主祝佑我们, 实践临席时的四月, 效忠基督, 服从真理, 克服骄傲, 忠诚施主,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传福音者祈祷, 求主派遣姑娘来收割庄稼, 使人人都听到你的福音, 蒙获你的旧月,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天主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化慈悲, 福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地主基督,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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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万有天主, 你赐给我们十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愿受赞美。 上主万人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愿受赞美。 各位教友,全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但愿我们向你所献上的这些礼品,促成我们心灵纯洁,行为日新又新,准备与你一同度天上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种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千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危险的善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祝圣父却能永生地天主。 借着我们第一种基督。 我们实施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便能神得救。 祂借着余奥集完成了神教的工程。 祂使我们摆脱罪恶和死亡的家属,而分享祂的光荣。 得成为特选的民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邦国,得救的子民。 你照着我们从黑眼中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成为你的德能。 因此,我们随从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额来的丹寿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子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围护国的日子。 你以高举祂,使祂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祂地面恳求你。 祂前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第一种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访。 他甘愿设身圣诞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信而永久以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得你,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史。 我们歌述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你。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量,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罪你台前,释奉你。 我们肯求你,使我们奔向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意。 上主,求你纯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经人员,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纯念回到父母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的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图人荣福玛利亚, 圣我的敬佩, 圣热色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的圣女共享永生, 便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力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会与你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一尊重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灵受显然, 愿你的果来命,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月的十两,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于幽霍, 但借我们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慈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扑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全能记得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成为,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父的信德, 别让你的圣意是教父, 要你的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王。 阿们。 愿者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垂念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垂念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养,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大夫圣愿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请你们体验, 请你们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投奔他的能真是有福。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蒙受如此蓬恩 无以为报 求您使我们在世不断地送信你 身后获享永生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地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彌撒礼成 感谢天主 阿们 阿们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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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